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当时跟我说很多行业里面的内幕消息 他们怎么看好这家公司 但其实我觉得商业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你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内幕消息 其实你只需要一些基于商业的常识 然后再有一些逻辑的推理就够了 今天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基于市场上公开的信息 然后再加一层推理就可以 所以说但一直到今天 就是我说这句话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就是行业里面直到今天 真正算过这笔账的人 我觉得基本上行业里面的人也不超过1%的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觉得他如果说主要的干货的话 并不是在就是我最后预测出来的那个结论什么样子 而是说这整个的思维的方式和分析的过程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当时那个视频录完之后 中国这边基本上最有名的一家投资机构 他一家投资人看了之后 说你的视频如果早出一年封神了你就预测 但是其实我那个视频就是和他聊天一年前 当时我就早就有这个想法 但我这人太懒就没录 然后今天视频呢 其实这个内容已经又过了一年了 但在今天事实上有这个想法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我就专业时间把它这个录出来 要再录完了呢 可能就更加显得我这些预测没那么神奇的 那个首先呢就我们直接开始啊 就我们先看看当今的一个竞争的形式啊 就现在呢就是如果我们放到今天来说的话 最顶级的大模型已经不是OpenAI的GP4 或者说拆GPT了对吧 其实OpenAI已经落后了 事实上呢现在最好的大模型是Cloud3.5 这个因为我们公司比如说 像我们公司吧 其实是日常的办公 其实现在都是Cloud3.5了 它的能力明显比GP4要好 也就是说呢 这个作为行业一个OpenAI 其实已经事实上落后了 这个如果他想维持住自己的行业地位的话 那他还说什么呢 都要在今年有些动作 就是能退出GP5当然是最好的吧 即便是GP5搞不出来呢 可能要退出4.5什么的 就否则 就大家对OpenAI的信心啊 可能就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对他信心有问题呢 他后面可能融资各种东西 就可能就 他这个行业领先 这个一哥的地位还是要维持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他 虽然现在已经 这个这个快9月份了 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大的概率 在今年年底 或者说明年年初 出一个更新的GPT的一个版本 至少是4.5 然后 而且呢 因为我们又看Cloud这边呢 这个3.5呢 他现在推出的版本 叫做Sunnet Sunnet这个版本呢 只是他一个中杯 他那个超大杯 那个Opus 那个版本 现在还没出啊 但他既然现在这个版本 敢叫Sunnet的话 就说明他后面 还是有一个超大杯在的 那个Opus 什么时候出呢 就是我觉得其实可能也用了多长时间 所以说呢 OpenAI可能压力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觉得这两家呢 现在是现在的第一梯队啊 就是说 他们都是明显的 在已经推出的产品上面 就达到或者说超过了GPT4的水平 就明显是奔着GPT5去的啊 就因为 我们今天这个单位啊 还是以GPT为单位啊 就我们横向做对比的话 因为 考虑到OpenAI还是行业里面 最有行业的公司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以GPT5啊 GPT4 GPT3啊这些东西来衡量啊 就第一梯队这公司呢 肯定就直接被GPT5去了 对吧 然后第二梯队呢 其实这里面也有好几个玩家 比如说有Lama Mistro啊 XAI等等 就好几家公司 它实力也不差 就在我看来呢 这第二梯队这家公司呢 它其实是人才密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就是其实他们也非常有钱 这个所以说呢 他们 例如说像马斯克那个XAI 对吧 在我看来它是 冲击第一梯队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他们呢 就基于这些判断呢 他们其实不会和 我们前面说的第一梯队 拉开一代以上的差距啊 就是比如说在GPT4的时代呢 就是这底下第二梯队的 也普遍接近了GPT4的水平 对吧 就它起码是明显的超过了3.5的水平 对吧 它不会说你都 就是能领先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没法领先第二梯队 一个代差以上 对吧 这是我的第二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前提啊 就是一个事实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第二梯队 我们看它 不管是从人才 从资金 从硬件 各方面都不差 然后就是第三个呢 第三点说呢 就是其实大木型的行政 那是没有第三梯队 这一说的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第二梯队里面 就有好几个开远的玩家在了 对吧 就是我 而且这里呢 大木型行政没有第三梯队啊 不光是说 美国没有第三梯队 就是说在中国呢 也没有 就虽然中美之间有一道 这个防火墙作为阻隔 对吧 但是就是 可能很多东西不是通的 数据各种都是 没有那么通畅 对吧 但是说 美国大木型在中国也不能用 对吧 但是说 就是 如果你搞了半天还不如 一个开源模型 那其实你 确实存在的意义不大 所以说这个事呢 虽然中间有隔离啊 但它还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一个竞争啊 你从大的范围里看 这个 比如说哈就是 前几天 苹果开源一个大模型 是吧 那个模型 不算太大 我记得可能是七八比 这样子 但它是一个真开源 就我们之前 以前说的节目里面 曾经说过这个大模型的开源 和开源软件不太一样 因为开源软件是整个原代码都给你看 但大模型呢是开源说一个东西 你只是能用 但是它怎么训练出来 你是不知道的 但苹果这个模型呢 它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学数据 都给你看了 也就是说你其实你可以 所以不费太大的力气 就能从苹果这个基础上 对吧 再去发挥做一些事 所以说你 如果是你还想在大模型这个行业里面混啊 就除非我们先排除那些 搞垂直小模型的一些 那些事啊 就是说你现在想搞这种透明大模型 你至少要维持在第二梯队这个档次 再往后你就掉队了 因为没有第三梯队这么一说 所以说呢 这三点呢是我今天 这个后面推论的一个前提 这三点呢如果大家都明白的话 那其实就是我们就可以开始后面的推理了 对吧 然后我顺便说一下这个中国公司 这边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都是美国的公司 因为我前面都说 其实这个标准就是 其实拿GP4当标杆在今天来看 对吧 但是这个当前呢 其实我们看中国的这些公司呢 其实坦白说 不管一些公司擅长长门板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对吧 其实还是在3.5的水平 就是你最终啊 这个模型啊 他还是要回归来看 你这个推理能力怎么样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就是甚至呢 我们中国这些公司里面呢 有一些还 在我的标准是不太到3.5的这个水平的啊 所以说对于这一批中国公司来说呢 他们首要的问题啊 还不是去搞那个GP5的问题 他们得第一步先追上这个GP4 得先真正的练出一个GP4模型的这个级别的模型出来 对吧 其实他们的模型在我看来确实还没能达到GP4现在 对吧 这个时间点呢已经非常赶了 因为你必须要跟上国际大部队这个时间点 对吧 因为GP5出了 大家都奔着GP5去了 你如果还停在3.5 那明显你就要奔着这个第三梯队去了 对吧 那就不太行了 所以说呢 大家肯定是要拼着命往上去看的 对吧 这个我说我今天要推理的前提就是前面说的这些啊 然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算账了 这账怎么来算呢 就是我们看看GP4啊 就我们现在说大家至少搞说GP4来 GP4来对吧 这是第一步 这个GP4的训练成本是什么样的 那GP4呢 这个就是据一种说法呢 是用了25000张卡A100 训练了100天的时间 而且呢据说它训练效率是很高的 就因为GP4好像只训练了一遍 就很顺利的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次训练成功的 那当然呢也有人说这个最少做法呢 是我记得有人说是用了8000张卡 但不管是8000还是25000 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区别没有那么大 这个我之前呢 在听一个斯坦福的天体物理课的时候 当时那个教授啊 他这个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这个这个在计算的时候啊 就是三分之一啊 0.3啊 还有就是π除以10啊 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 就都可以互相之间约分除什么的 他为了算得快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些数差别还蛮大的 对吧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算呢 他就说这个你们来上这个课呢 就是为了学这个计算的方法的 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算数上面 另外的话呢 其实他说天体物理吧 就是你只要算对数量结就行了 就其实具体的数字呢 误差都很大 就是说区别不大 然后呢他一些很相近的数 都可以直接做约分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那一节课呢 其实真正给我启发比较大的 倒不是电体物理 而是说这种这个把握 大的数量级的这样的思维方式 因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 比如说 GPT4训练 究竟是用了25000张卡 还是用了8000张卡 这真的是需要内部消息 可能OpenA人知道这个事 是吧 否则现在人也不知道 那但是呢 其实不管是8000张还是25000张 它区别不大 因为都在一个数量级 就是万卡级别 才能训练GPT4 对吧 而且是在你技术比较流利的情况下 万卡才能训练GPT4 这个结论呢 是没有任何大问题的 那万卡训练GPT4呢 就如果我们还是按25000张来算的话 那一张卡呢 就是我最近也没有跟踪卡的价格 就是我去年聊的话 记得说呢 我记得当时是20000多美金一张卡 然后如果说 这个25000张卡 就是5亿美金 对吧 反正万卡的话呢 起码要这个上亿美金了 几亿美金 对吧 我看这些话 我们算一个大概的数量级就行了 因为5亿美金呢 说这个话呢也不夸张 为什么呢 我们只是算卡呀 你还没有算工资 这员工的工资 对吧 这是非常高的 然后公司的运营成本 还有是你这公司 你不是说训出来就完了吗 你还得给大家提供服务 你还有推力的成本 然后就是 你还有电费等等 各种各样的成本 对吧 就是所以说 我觉得5亿美金呢 搞出个GPT4来 是这个结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有人说 如果买卡太贵啊 你租行不行 就租卡行不行 如果我公司钱没这么多 就是租的话呢 我记得大概一年前的行情 现在我却不了解 当然是这个三四美金 这个一块卡 一个小时 搭配是让的 就是因为租卡呢 它其实不可能太便宜的 因为你想 这些运营服务商 他们也不傻 他们也要小几年时间 就要回本啊 他不可能一个卡 就是分十年买 因为这卡半导体技术也在进步 对吧 这卡的寿命也没那么长 所以说租卡呢 确实是便宜一点 但它其实不会差出一个数量级 或一个数量级以上 这样的成本出来啊 就是说租卡呢 其实也是蛮贵的 而且呢坦白说呢 GPT4啊 租卡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GPT5啊 租卡肯定是不可能完成任务 就是我之前呢 发过一个技客啊 就是说 有人说训练模型 我说这个卡呢 现在不知问题可以租 但因为技客这个平台啊 就是内容都很短啊 就我说短内容啊 你没法说的 逻辑这么严密啊 就是其实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如果你训一个GPT3.5 几百张卡一千张卡 都完成了 这个呢大几百张卡 对吧 你租卡确实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卡太多啊 你要要万卡这种东西吧 这个 它本身组万卡 就是有技术含量的一个事 而且呢它有很高的搭建的成本 所以说 如果你想追GPT4啊 你如果是一个严肃战争的大模型公司 就是我觉得万卡 这个集群肯定还是要的 而且你不可能 不太可能一次就能训练好 对吧 你可能还要反复的去搞啊 反复去去去搞这个训练吧 对吧 这个所以说这个没有几亿美金呢 GPT4肯定是搞不出来的 而且有几亿美金呢 它也不简单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一个结论啊 这个而且呢 就是你迅速GPT4来啊 就是你只能保证不掉队啊 只能保证目前来说 勉强跟上第二梯队啊 就因为你后面大家都奔着GPT5去了嘛 你还要再搞GPT5对吧 这个GPT5比GPT4要贵多少呢 我们再看算下这一账啊 就是你要算这个账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拿这个 钱袋来对比一下 就我们看看GPT4 比GPT3贵了多少 就这个GPT3呢 有人说用了500张卡 有人说用了1000张卡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 和我CTO聊天的时候 我发过一个GP Morgan的一个报告 那里面说呢是用了1200张卡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 它是就是千卡这个级别 而且呢训练时间很短啊 这个有人说 这个GPT4是2.5万张卡训练三个月吧 但是这个GPT3的训练时间是非常短的 你这个反正大概算下来呢 我记得我当时算过这个账呢 就是GPT4的这个对算力的要求 比GPT3是提升了100倍左右的 有时候提高了两个数量级 当然我们直接考虑到 可能因为蓝的芯片也在越来越快 也在进步对吧 这个我们这个我们刚才说 如果训GPT4需要5亿美金 那训GPT5呢 我们保守一点 咱不管算力需要乘100这个事 对吧 我们就算算力需要乘10 对吧 就我们算 比如说不是算力啊 就是说成本如果需要乘10的话 那就是50亿美金了 对吧 也就是说GPT5呢 你想搞出来呢 别管搞都搞出来搞不出来 这个50亿美金 本身呢就是一个门槛啊 还有的话我这里算的 不是很精确啊 就大家不要太纠结 我算的这个数字 但是这个数量级不会错的 这个即便是50美金不准 但起码不是 就是你10亿美金 20亿美金有的搞出来的东西啊 我觉得50亿美金 应该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啊 这个而且呢 这还是在我们忽略了 除芯片之外 所有的问题的情况下 因为还有人才的问题 对吧 还有这个我如果是中国公司呢 还有这个芯片限制的问题 而且呢这里面呢 还有这个组这个集群的 你还用电呀 你这用电是非常大于这个这个这个数字 这个到这个级别 就对这个电网都有冲击的啊 就是这个用电的问题 对吧 还这个等等啊 就这些问题是没有一个是很简单的问题 还有这个训练数据的问题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前面只说的大语言模型 这还没考虑多模态的问题 对吧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算成钱的话呢 就是起码是几十亿美金 才能有资格去玩这么一个游戏啊 这个 所以说 你我们就单纯看这一块呢 就是你就是几乎就五出了 你作为一个大模型公司 你能不追吗 你不可能不去追 你去追的话呢 你不管是五十亿也好 我们即便说更保守三十亿也好 你总是 要投的 对吧 如果你这钱拿不出来呢 这中国 咱不说中国吧 不说哪个国家吧 就说你看很多公司 他账上有三十亿美金吧 这个是没有的 对吧 因为你看很多公司啊 他这个整个估值啊 也就是差不多才这个钱 对吧 也就是说以后呢 就是十万张卡 才是入场 交入场券 就是十万张卡 十万张卡 而且他可怕之处呢 是在于 你搞出GP5来 你也没赢啊 就是 你搞出GP5来 又能怎么样呢 你能赚钱吗 你能领先OpenAI吗 你搞出GP5来 你不太可能 在OpenAI和XAI之前 搞得出来 对吧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就是 你今晚搞出来 还是一个追随者 对吧 就是 你看不到尽头 而且 就是 你搞GP5来 也没有看到明显的上下模式 现在 起码今天大家都没有看到 就是 并不是说搞出来就赢了 就你只是说 需要这么几十亿美金 你才能留在这个 排桌上面继续游戏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这个所以说像 朱孝虎 很久 一段时间之前 说的文章说 不投大模型 就是 我虽然没有那么喜欢 朱孝虎这个人的性格啊 但是坦白说 我觉得他说的都蛮对的 就是 这种大模型公司怎么投呢 说实话 我是看不到怎么投的 这个大模型是这样的 然后 现在呢 就是国外的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卡最多的呢 可能是 这个 当然微软自己 因为它有自己的云服务 它的 卡可能是最多的 据猜测可能有180万张卡 这都不止10万张卡的问题 对吧 人家180万 据猜测 这数据也不一定主要 180万张卡 那个Meta的话呢 可能是有60万张卡 那 马斯克那边呢 我们不管是XAI 和加上 这个特斯拉那边 可能也有个几张卡 这个几十万张卡 35万张以上吧 可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猜测的一个数值啊 起码人家都是几十万张卡 对吧 都明显的超过了 我刚才说的 10万张卡 最低的那个门槛 然后 现在 那个英伟达的 产能 二十三年 它应该是 给这个这个 AI这一端 给这个机房这一块 应该是三百 三百 不到四百万件吧 三百七十多万张卡 应该是 然后就算它每年增产 百分之三十 对吧 你现在 这些人都要去分 这些 这个英伟达的产能 所以为什么英伟达这么贵呢 它产能 一年才不到四百万件 对吧 然后 就是而且你不光是训练大模型的公司 人用啊 你训练出来这大模型 它得有应用在上面跑啊 而且还有很多小公司 它也需要用AI 然后 这个 所以说 又练大模型的公司 它只是这个卡的 一部分 你不能把卡全都用来 训练大模型 没人给用了 对吧 所以说整个卡呢 还是 就是我觉得门槛整个 还是非常高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判断 然后我之前还发过一个 一个一个 我在机客和推特都说了 当时越战链在 就是疯狂的投广告 在这个 中国各方面去投 就是我当时还批评这个事 我说 投广告呢 就是没什么用 因为这其实 其实纯粹是给商业 给这个行业 教育用户 只是让大家知道的大模型 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在我看来呢 大模型本身啊 它不存在占领心智 这么一说 你比方说 OpenAI这么有名 但是现在的 Cloud 3.5 只要是好用 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 转而用 Cloud 3.5 因为它就是一个 很现实的 凭实力说话的 一个市场 对吧 你又不是说真的有 多少数据留在上面 不能走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说你普通人用 或者普通的公司用 就是谁的模型抢 我就用谁 然后谁的模型抢 我就掉谁的 API 对吧 所以说你去打自己的品牌 我觉得其实意义不大 然后其实这时候 比如说中国这边 有一家 只要能达到 比如说超过GPT4的水平 对吧 那我觉得大家都会去用它 它起码说 懂行的人 都会志愿去用它 然后这个行业 就是那种高端应付 带领低端应付 对吧 这其实我觉得 就是 在我看来大模型企业 打这个广告呢 价值就不大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这些公司其实没有钱 大家听我说 你不要管它融资了多少钱 你后面追GPT5 就是几十亿美金的投入在这里 那中国这些公司呢 普遍来说 整个的估值 也就是小几十亿美金 这么一个估值 你让它拿50亿美金出来 比它的估值都多 对吧 你像那个Answerpick 它这个融资融了73亿美金 那它的融资 已经比中国的四小龙什么的 估值可能都要高了 对吧 那我们没有这个钱去训GPT5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它投广告可能也是很理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知道GPT5 我弄不出来 对吧 那这时候呢我还有钱 我还不如先打打广告 打打广告呢 如果有人给我投资 有人看到了我的 因为可能很多大厂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机构 或者是什么 什么 咱不说了 就是说有一些搞投资的人 他可能看到这个数据挺好看 他就给它投了 说不定也是一个理性的行为 因为他自己也有数 我搞不出来GPT5 对吧 然后 但是呢 我不是说 这个 Kimi投广告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行业里面 有大量 当时有大量跟风去投广告的 就是这里面肯定有人 很傻屌的 是没想清楚这里面的事的 就是打水票的人是很多的 对吧 其实就肥了一些 做广告法 这些平牌 对吧 这些钱都让他们赚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 然后呢 再顺便说一句 就还有很多这个搞Agent的公司 Agent呢 其实在我看来 他不属于 就一般的创业公司干的 他就是应该是大模型公司干的 意思 因为他对大模型公司来说呢 可能将来是他们的一个 像胡争和一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因为呢 这些 模型公司的最了解模型的能力嘛 他们能为Agent这个事呢 做优化做的比较好 而且呢 他们其实肯定想增加 下游公司的牵移的成本 对吧 因为现在大家歉意明显没有什么成本 然后他就有动力去给他做一些 随着模型的提高 做Agent的出来 这样你想走了 你走了 没有我Agent能用 他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我猜的啊 这段不一定转移 但是我觉得Agent的这个市场呢 更多可能是大模型公司在做 然后我们 这刚才是差的有一点点远啊 如果我们说未来的遇刺 就是海外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你看那个 Answerpick 他融了不少钱 而且背后有谷歌 有亚马逊的投资 就是而且他现在确实是领先的一家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也挺喜欢这家公司 他 团队也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 这家公司还是比较强的 他是 能比较稳的 待在第一梯队 没有问题的 OpenAI呢 虽然说 现在 这个 负面有点多 但是呢 他毕竟手里 还是有不少牌的 而且呢 也有这个微软的支持啊 有苹果的这个订单啊什么的 就我觉得呢 保持第一梯队呢 当然有风险 但是 整体来看 这个我觉得 起码短期来看吧 问题可能还是不很大的 然后 像那个 当然他现在就是说 每年亏的钱太多了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风险点 对吧 然后像那个 XAI那边呢 他真的是蛮强的 然后马斯克手上 这个又有钱又有卡 但马斯克一直玩着也 比较 这个 有点点极限的感觉啊 但是XAI我觉得也是蛮有希望 能够冲击 这个 第一集团的吧 然后像 大公司呢 其实像Meta 像微软 甚至包括像苹果啊 我觉得他们其实 将来在AI这个东西啊 都不会 这个 掉队这些公司 像苹果 其实我觉得它虽然现在 我们看大模型 没有很强 但是它其实 毕竟 这个设备都在自己的手上 将来应用层上 它肯定是很强的 而且 搞大模型 搞AI技术 苹果的积累也不是没有 对吧 然后像欧洲那边 还有一个毒苗嘛 就是Mistron里面 那个不好说 那还要再看看 但是 这个欧洲人 但凡有骨气一点 还是要保留住自己的公司 对吧 那也救它了 对吧 那我们还是说中国这边啊 中国这边呢 就首先大部分这个事啊 这个最大的判断 就是它其实不属于 它其实不是创业公司 该干的一个事 这个是最 根本最底统的一个逻辑 因为它 太烧钱了 而且烧到钱呢 看不到结果啊 反正大概的逻辑是这样的 这个而且呢 不是VC的钱能支撑得起的 就只有大公司 甚至说政府能支撑得起 这个其实呢 中国的VC呢 就是在这一波的条件 挺勇的 虽然网上的人都骂资本 什么的 但坦白说 中国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啊 我觉得真的是为 中国的科技行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后包括大模型 就是前期都是VC店的钱 搞起来的 就是 这个他们做的贡献是很卓越的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 但是这个行业呢 我觉得确实 投资不是特别的 我觉得很难 就是赚了很多钱 或者说还是得 下一轮 或者什么时候就退出来一部分 比较好一点 就是再次为 VC这行业感到叹息啊 就VC这行业 前几十年 为中国科技行业贡献很大 但现在呢 这行业 就是感觉越来越不好干 这个是这么个事 然后中国这些大模型呢 就是要么 你真的得抗上一家大公司 这抗上大公司呢 就是那种 你得让大公司真的把你当成是他自己的东西的一种啊 而不是说 他这里有服务器 他可以用换 就是投进点钱 他现在还盘算着 我投给你钱 反正你也得消耗我的算力 我还能再收回来 对吧 这样的就是说 其实还没成为自己人啊 就是我许说 你真的能报警大公司 这样的呢 就可能是中国这些大模型创业公司 还是得 这样才能有钱啊 因为这个钱 我觉得真的不是VC能支撑得起的 然后呢 现在中国大公司也不着急 他们看起来他嘴不急 就等着扫货 对吧 这个大公司层面呢 中国是在绝对的劣势上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大公司 别管有没有钱 他买芯片是问题 就你真的太大量的买芯片 各种东西 这个中国的芯片数量呢 是明显的比美国大公司要少的 因为这个具体芯片数量不知道 但你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呢 显示这些大公司 他机房的耗电量的那个数据嘛 排名前四的 这个谷歌第一 像微软第二 亚马逊第三 像麦塔是第四 那这四家呢 其实都有差距 但是说 没拉开一个数量级的一个 没拉开特别大的一个差距 然后到第五呢 和前四名单的差距就比较大了 第五是苹果 苹果呢 其实和中国的第一 就是阿里差不多 就是美国的第五是苹果 对吧 这个Google Microsoft 还有Amazon 和麦塔是前四 这个Apple和中国的阿里巴巴差不多 然后后面呢 中国这边呢 再往后就是华为百度和投讯 这算加加起来呢 可能和阿里差不多 这是如果我们看机房电力消耗这么一个数据的话 如果数据原来没有错的话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另外呢 就是即便是中国 机房最见的最猛的 拿阿里巴巴来说 它和微软其实不一样的 就是它其实真的可能是更多的 我的观察反正是不像是阿里 是像微软那样 真的是因为看好这个 AI行业 把这里面牛逼的公司都投一遍 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 还是投赢服务的逻辑 就还是琢磨着 我这里反正有服务器 对吧 我投了你 你的钱还得花在我的服务器上 我还能再收回来 它可能还得再算这么一个账 所以我觉得阿里啊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它不一样啊 就是不好说 以后会怎么着啊 这个AI时代会怎么着啊 但是我觉得 这个资源小弄是想的比较清楚的 在中国的公司里面 就是它对AI的很多的想法什么的 我觉得 我个人起码看起来 我觉得还是蛮强的 对然后呢 其实还有一不能忽视的力量 就是中国的国家吧 还是更特殊一点 我觉得就是国有资本 甚至说政府 就是因为他们手上真正是有大钱的 资源多 然后钱多 然后而且呢 中国其实有一个很大优势就是电 像美国呢 其实以后大家用的信息越来越多吧 就是说 这个中国是新设计问题 对吧 美国可能很多公司啊 很多情况是电是问题 因为那个他们搞基建 这个以前没有这么多电 对 他突然搞这么多新片 需要这么大的电 他弄不起来 中国因为呢 搞基建的速度 其实还是很猛的 就比美国快很多 而且这个资源调配的能力 确实强很多 所以说中国在基建呢 优势是很巨大的 但中国基建的优势想用好 谁能用好呢 可能还是政府用的好 所以说 而且你说现在这个大模型啊 如果说把它看成去 未来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你看中国 这个这个很多年前 也搞过什么 这个人民网作孙疫情 对吧 但当时没搞成 会不会也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然后在这个AI时代呢 在国有企业 再搞一个什么国家队 大模型出来 所以我看来不一定是 就是说还是有可能的啊 就是还是比较有可能的 所以说 我觉得中国里面的竞争形势呢 就是创业公司啊 必须得包住一家大公司 真正的包住一家公司 可能才能 在GP5的时代存活下去 否则呢 你可能坐着坐着 就干不动了 这第三季岁就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 只能干什么呢 只能去转行了 就是说我只能去搞个垂直什么模型 或者说我去搞个应用层 什么东西 或者说怎么着吧 你就只能自己想别的办法了 对 然后这个如果说 除了大公司之外呢 就是政府的这些力量吧 或者说国有公司 或者说这种类似的吧 这些 这方面的力量呢 可能还是蛮强的 也就是说后面呢 可能走上了和美国那边 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路径 这是我今天整个的一套推理啊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给大家这个 这个录像说一声啊 其实我预测了不少东西 其实就是当时 比如说大家觉得瑞线都不行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瑞线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 这个这个 他还没融资的时候 我就说这些公司 特意提了一下 我觉得他蛮强的这些公司 所以我当时 就是说 一年前我就给过两个人朋友说 你们投这个公司呢 这个 这个得束手 反正就是这个 反正我觉得 所以说这个商业这个事吧 就是说 还是得回归到 逻辑和常识吧 一些推理预测什么的吧 今天 就是 就是 讲的也不是很成体系啊 就因为 已经很晚了 就是说 抓紧录出来玩视频 好的 有趣的朋友们 我是季季季 今天这个 中美大摩天的预测 大家聊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